之前会动的丑鱼就给我笑皮刹了 现在丑鱼又整上小夜灯了 就怎么说呢 就跟人丑就要多读书是一个道理 它这每一个盲盒都特别沉 我这个秤最大称重就到300克 我这秤称不出来 8加1隐藏是灵魂蛋包饭的异色 里面有一张说明书 这保护的还挺严实 还给你配了两节七号电池 这就是小夜灯的开关 哦可以啊 上来就抽到了封面 我现在终于理解它为什么叫微盒Max了 你看这个头 这简直就是盲盒的大小啊 它给了你一个两面凸起的底片 它这底下不是有孔味的吗 这样你就可以把丑鱼固定住了 这小章鱼直接放进去就行 再盖上盖子 妈爷这不就是一个自带展示盒的小夜灯吗 这真行啊 第二只实味海鲜面 啊丑鱼这是在吃海鲜拉面呀 它还带了个尾嘴 你看它这眼神 这是好吃啊还是不好吃啊 放进这个展示盒就已经很显高档了 还能两灯 这真绝了 如果你有两个丑鱼围盒 你还可以这样上下堆叠 能整一面盲盒墙 这是哪个小天才设计的呀 我得给你点个赞 第三只是旋转寿司店 单看它我以为是搓澡师傅呢 这不还拿着搓澡金的吗 再看这配件 哦原来是寿司店师傅 叮咚 一位男宾里边请 其实你要非说这是毛巾 这是肥皂 这是搓澡那床 也不是不行 我这儿普通款灵魂蛋包饭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没隐藏了 好消息 丑鱼出息了 当厨师了 坏消息 你做这蛋包饭 我不太想吃啊 叮咚 你要不要尝尝 今日限定丑鱼蛋包饭呢 这只是手作饭团屋 哦 这配件还挺精致的 其实想想丑鱼家大业大的 开了这么多店 而且情绪稳定 想谈 第六只 翻滚章鱼烧 你还别说 丑鱼开这几家店 都是我爱吃的 你是不是喜欢我 给我来一份呗 我想吃丑鱼味的 第七只 鱿鱼串串屋 这小摊不错 又有鱿鱼 又有炸鱼排 都是我爱吃的 老板 给我来一份炸鱼排 多要番茄酱 最后一只 是铁板烤鱼店 丑鱼烤鱼 专业对口 货真价实 怎么样 我这面盲盒墙不错吧 就是这缺一块 我非得收个隐藏 号外号外 炒鱼夜市 开业啦 在关门 斗鱼 是 词